这什么梗 这什么梗 从你的 没看过 电视剧我没时间看电视剧 电影电影也没看过 哦电影啊 刷短视剧刷到过 那个 约音棚 约音棚 燕子 哦那个 说还好咱们没领证 领证耽误你一辈子 好看吗那个 好看 行 舔狗必学 那我看 不要当舔狗 对 等你自身硬了 真爱都来了 对不对 男人呢还是 怎么说 还是要自身这个 有能力 自身有能力 尤其是到了一定岁数以后啊 你看 其实现在大龄 大龄圣男很多的 大龄圣女也很多 大龄圣女的不找对象的原因 很明确 我要求对象 对象要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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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就跟我上家 上家公司有个 有个女个姑娘 让我给她介绍对象 我说 你给我介绍一个 我说我上 让你找起来 他比我还大两岁呢 我让上 关键是吧 我给他找可以 没问题是吧 因为我旁边好多朋友 搞IT的 好多单身的是吧 可以介绍 但是他要求很高 他要求有多高呢 他个子呢 他个子呢 大概是168左右 个子挺高的 然后他说 我这个对象 怎么也得1米8以上 这个收入之月薪 怎么也得3万以上 这么房子怎么也得有的吧 对吧 他说完这些条件之后啊 我怕他把强哥 折腾坏了 这个你说你说 你说你这几个条件摆出来 你让我哪给你照去 是吧 再加上你自己 不掂量掂量你自己吗 这东西 也不是18的小姑娘了 咱这卖价 是不是应该降低点 是不是 你这个真的是 所以说 导致一直就一直 别歪大量 好多好多量 他越大吧 他越要求这个 因为这东西 他越大 他在社会上 时间越长 他就这东西 对他来讲 越是个保障 他就越想找这样 所以你就看好多人 人好多 大人 他就不是 还有好多大龄 男青年 是不是 大龄年 咱们不是说那种 不说那种 这个取向有问题的 咱就说正常了 不找对象 不是他不找 是他不找吗 不是 有很多 你像你们 不管说在北京 还是在上海 咱们说这个工资 就拿上班族来讲 在北京月薪过往的人 都很少的 不是说咱们 他们的学完之后 花正一万 在北京算不上什么东西 你拿了一万 你已经基本上 进入到北京 百分之四十以内的 收入人群了 已经超过百分之六十的人 真的 你到了两万 你超过了百分之八十 为什么IT叫高薪行业 其他行业 他拿不到这么高 我之前有个朋友 做那个顺利设计的 在北京漂了八年 去年回去的 回到保定了 在保定 干啥八年 八千五千一个月 你想想 在北京国家的人这么多吗 我是 还有以前我在经济公司的时候 经济公司那些交易员 分析师 分析师不是领防 就是交易员 还有在经济公司搞运营的 正经巴巴的牛逼大学毕业的 你以为他挣很多吗 我当初以为挣很多 那后来一大成都市 也都几下 除非你交易出来一些 这个 你挣钱了 给你提一些城 这种工资来讲 他们也挣不了那么多 所以说北京 你以为北京这种城市 运营过万的人很多吗 不多的 真的不多 为什么你们选行业 你明天听现在选这个行业 选的是对的 最起码 靠自己的本事 能多挣工资 好吧 真的是这样 工资强了 真爱就来了 是不是 而好多达宁男青年 是怎么回事 自己犹犹豫豫豫 知道说不能在这一行干了 你就比如说我那个哥们 室内设计的 室内设计的 他知道自己干这个 挣的工资不够 因为他在那行业一待 他就看到他这些前辈们 什么样 他知道 你以为他不知道 他知道 所以说好多道理 不需要跟你讲 他懂的 只不过他就是 下不下决心来去换一样 他在那里 待他时间长了 安逸了 安逸了 太舒适了 打破不了自己的舒适区 所以他即便是知道 他也做不 这就是人很难的地方 你想时间长了以后 还这么多钱 八千多钱 你要三十好几了 你还一个月八千多个钱 你现在没有对象 你去找个对象 哪个姑娘愿意跟着你 哪个姑娘愿意跟着你 对吧 你又不是跟真五十的 白不得嫩的 是吧 鸽子近高 你有这个外在 是吧 也行 跟我表弟似的 我表弟 我表弟以前干工程的 干工程的 我跟你们说过 是不是 没有 表弟干工程的 后来 他是以前体育生 他以前是体育生 学习成绩的简直差的不小 体育生 一米八六 大鸽子 很亏 很壮 全是肌肉 很壮 然后干工程的 但是老在外边跑 老出差 然后这个 前年吧 前年 他跟我叫哥 我俩一般大 都国币的大几个月 他说哥 我不想跑了 我不想在那边跑了 你那边有什么 比较稳定的什么工作 你在办公室坐着就行 别早出差了 不是 那你就转IT吧 你转IT吧 让他转在IT嘛 转IT学着学开发 学着学开发那份 然后我出来找了份工作 就做测试开发 然后 这么没多久 毕业没多久 工资一万多块钱 但是呢 除了出众的 出众的这个外带形象 找到了个北京姑娘 北京本地的 独成女 家里边两套房子 直接这不两人 小郑一灵 人家那边父母 直接给了一套房 两人在北京 我说你 我说你这个 我说你这个东西 你应该跟 对吧 你跟你哥 我也传说传说 是不是 好不易 但是 但是说实在了 但是说实在了 虽然说咱们说帮富婆 帮富婆 都是一种玩笑话 富婆你那么轻易换 首先你体格子能 能能能手了 对吧 对吧 再有一个 我跟你说 技能力下的感觉 不那么好 不那么舒服 人家说啥是啥 你还不敢惹人 跟你发火 跟你发脾气 你不敢 你不敢发脾气 发脾气把你赶出去了 家又不是你 对吧 还是说咱们老爷们 男人 还是自身要有硬性 对 好 废话扯多了 咱们继续 说这个都惊人头来了 干嘛的 来 再给大家介绍一款工具 这个 Fortify的工具 介绍到这 我把他关掉了 不保分了 好 再说一个工具 叫C 语言代码神经工具 这个是专对PHP的 上面这个Fortify 带来看 Fortify能神的语言很多 你看 AIT.NET VB CShop ASP VS Java GSP JavaScript GS版 ATML XML CC++ PHP Python Python 等等 这些他基本都涵盖了 他现在最起码 应该也有够那个语言 老板是没有够语言的 现在也都有 其实他知识的语言非常多 人家专业的 对吧 专业的 收费的 那么C这个工具 是专审PHP的 是PHP的 代码审计系统 它的功能 相比Fortify来讲 简直是 弱的不行 但是呢 对咱们来讲 也是非常好的 辅助工具 来 看一下这个C 在工具里面 在工具里面 来 拜拜 拜拜 就这样 C在这 打开它 他说我的电脑上 得装这个东西 是不是 得装这个东西 那我就不在这放了 我去 这个上面 我看我讯息上有没有 因为我这个电脑是新换的 我没有把以前的黄金装完 装好 我看这里面有没有 哎 这里面没有 哎 没有 怎么办 帮我一个老老实实的 帮他拿过来 RV 帮我把它解压去 我装在虚拟机上去了 好 哦 这个虚拟机上装好了 那个环境了 就是你看 当你刚打开的时候 他需要你 需要我们装那个什么 呃 那个 ternet 那个环境 因为他这个工具是ternet开发 开发的 ternet语言开发的 需要装那个 那个工具啊 才能运行这个工具 行 啊 嗯 你们最好也装在虚拟机上玩吧 啊 放在虚拟机上玩 嗯 Postpad Postpad那个直接 不用装东西 直接打开就能用 啊 行 啊 然后你看他的界面也是比较 low一些 但是还是比较励志的 是不是啊 啊 哈哈哈 然后咱们比如说省代码 把那个代码拿过来 找到一个 啊 在这 熊海CMS 把它拿过来 然后 放在这来吧 toslue nrv 好 来了在这呢 是吧 来 神机一下啊 在这 右键 新键扫描 新键扫描 然后找到我们这个 代码文件 代码文件夹 对 代码文件夹 熊海CMS 在这呢吧 打开 确定 就在这呢啊 然后紧接着就可以扫描了 啊 中文扫描 点6就行啊 走 它就扫描了 哎 扫描之后啊 在这呢 看下边吗 它扫描啊 它有个依据 什么依据呢 它就依据 这个有这样一个依据 在会儿啊 看这个函数管理 这就是它所谓的 那些可能出现漏洞的 关键字函数 它自己在这里面有 它就按照这个去搜 好吧 它这个扫描 就按照这个去搜 所以说你看 哪个地方 哪个文件里边 出现这个关键字 它就给你定位出来了 然后紧接着 这里面还给你标了一下 没点其中一个文件 它就给你标了一下 可能存在安全威胁 是吧 怎么可能存在呢 它就用了add slash了 add slash 这是做了安全防护了 对不对 add slash还记得 是什么东西吗 那你们还记得这个吗 PVC里面这有一个 参数开关 还记得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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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GBC Magic Cause GBC 这叫什么东西 魔法符号是吧 魔法符号 它能干什么事情 你要开启了 勾想这个配置 开启这个配置 它能干什么事情 单一号双一号的一个转译 比如说你说了一个 以单一号二一等于一 你注入 那数据提交过来之后 它会自动把那个单一号 前面加个写杠 把这个单一号转移掉 那这样的话 单一号就不生效了 不生效 那你这个注入语句 就没办法闭合 原来思考语句里面的单一号 就查不出来你想要的结果 这就是安全防护 好吧 而这个配置一开启 是全局生效的 就是你甭管发什么请求过来 这是全局生效的 而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哪去了 这个add slash干的事情 就是单独的给某一个地方 加这种转移符号 也就是他干的事情 就和那个 Magical Cloud Stream CodeGPC那个是一样的 干的事情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是单独 加在了这个位置 好吧 也就是对 get请求取出来的 那个R三数对应的数据 加一个转移 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地方 是做了安全防护的 对吧 他说可能有威胁 但是你看这 加了add slash 这基本上 就是做了安全防护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忽略它 好吧 可以忽略它 那add slash加上之后 一定就能防护好吗 不一定吧 也就是说 单一号双一号 加了斜杠转移 就一定没有漏洞了吗 不一定吧 如果后台数据库是JPK编码的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 来搞啊 在单一号前面 加个百分之后 有个汉字 他是那个斜杠 这个斜杠 JPK编码之后 它是一个百分之后 多少多少 然后运 是的 然后你在这个 你注入你写了个单一号 211 写这个之前 你在单一号前面 你再加个百分之后 然后这个数据到后台以后 单一号前面 不是他自动给你加了个斜杠吗 这个斜杠JPK编码 它是一个百分之后 什么什么 他俩加起来 相当于是百分之后 加百分之后多少 两个加起来是一个运的汉字 那这样的话 这个斜杠相当于 被你百分之后给吃掉了 这个斜杠就对没有 就相当于没有斜杠 就变成一个汉字了 它对单一号 就没有过滤的作用了 对不对 单一号就又生效了 又能和四够语剧里面的 单一号闭合 这样的话 你四够语剧就生效了 明白了意思吗 所以说它不一定就完全成功 但是如果说不是JPK编码的 加上X-slash 其实就已经 对单一号双一号等等的 防护就已经很不错了 好吧 但是呢 有些地方 比如说整数型的 数字型的住户 不需要单一号 是不是 是不是不需要单一号 21等于1 不需要前面再单一号闭合吧 那这X-slash对得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还有一些 我们可以对单一号 进行一个编码处理 让你让你 我把我把那个数据 提交过来之后 你到后台 你到这GET取出来之后 你即便是加了X-slash 你X-slash 不认识那个 编码之后的那个单一号 那就没办法加写杠 明白吗 所以说加了X-slash 也不一定安全 但是这个地方很明显 它加了X-slash 意味着它就是 已经对它进行过滤了 对不对 已经过滤了 那其实单一号闭 你就到这 发现过滤了 你就不用再去深究了 就这地方不错 不用再深究了 但如果说你 如果人家公司要求 很严格的话 你或者你想要展示一下 自己的能力的话 你跟他说 你家来X-slash 也不一定 什么 我要结合上下本 我再去看一看 扭运没漏洞 怎么的 其实他只要做了这个防护 就已经证明他可以 好吧 明白为什么 你说这个 就粘得拉搭的 来来 你接着来看这个地方 你接着来看这个地方 你看这 这个地方 多少有点问题 有点什么问题 它是个文件包含了 我懂得发了没 是INX在这吧 有个文件包含 是不是 文件包含 咱们看一下 你 我这个项目 布输起来了吗 凶海SMS 是不是还没布输起来了 对 我说过 咱们代码 审计完成之后 如果说你不确定 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漏洞 咱们是不是要 渗透测试 做渗透测试 那我们把这个网站 搭建起来 咱们渗透测试一下 好吧 凶海SMS 把它拿过来 凶海SMS 打开我看一下 PSP的 那我就直接可以放到 PSP started 这个位置来吧 是吧 直接放到 往上放往上放 往上放 3W木楼放在这 好 就是它啊 然后下边有个音 我看访问是这个木楼 我这是 凶海SMS吗 哎 是 哦 是 哦 是 熊海SMS 黄金搭建啊 我们去还是创建个数据库 熊海这个项目也需要一个数据一些数据 测试数据啊 我先去创建个数据库 粘贴 哦 这个数据库叫熊海SMS啊 然后 来 往后走 访问这个路径 访问这个路径 就是把这个文件 这个代码文件夹放到了3W目楼下 这个事我们做了 对不对 然后访问下边的install 在这呢 关了 哎 我关在干嘛 熊海CMS 下面有个install 访问他吧 这不来到了熊海SMS的这个 网站 这个系统安装页面啊 来 在这 管理员 账号密码 耳机也那命 是吧 然后数据库 logohost的 啊 数据库名称 熊海CMS 刚才我们创建的数据库名称 是不是就这样 对吧 熊海CMS吗 指的是这个库啊 这个库名称 然后紧接着数据库 用户名称入他密码入他 然后 正确并提交 好 这不成功了 成功了 安装成功啊 等会啊 安装成功之后 他有一个手印 我们访问一下他那个手印 他等会儿啊 知道啊 把这个installer去掉 回车 好这不来了吗 这是网站手印 好吧 啊网站手印 那刚才我们通过代码审计啊 我们发现 在哪啊 在index这个页面 啊index这个 他说index.php这个文件啊 这个地方可能存在 任意文件读取漏洞 是不是啊 任意文件读取漏洞 那好我们看一看 他这个默认是不是找的就是 index.php啊 默认是不是就这个页面 就是我们访问这个路径的时候 如果没有指定访问哪个pd文件 他默认找的就是index.php文件 加载下来给你看的 这个页面就是他加载给你的 好吗 没问题吧 没问题啊 然后这个页面这个页面代码啊 他明显他在这说啊 说哎 他用dollgat取了个r 这个数据 也就是说其实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啊 其实后面可以加个什么参数啊 加这样一个参数 r等于 这个需要这个 这个需要经验啊 也不是说需要经验了 就是 我能快速的知道 他这个地方有个r参数 因为他取这个r参数了 他在首页这个地方取这个r参数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我访问的时候 我可以加一个r等于什么什么什么 他就帮我引入这个名称对应的文件去了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写个叉叉 那他就帮我 相当于在这拼了一个什么东西 他取出是不是叉叉呀 到了file等于叉叉吧 对不对 然后他把叉叉放在哪去了 叉叉叉叉 在这里看了吗 他拼这个名字叫xx.php 然后他去这个files目录下 找一个xx.php文件 来 在files文件夹下面 他有个files文件夹 看着了吗 files文件夹下边找 xx.php文件 有吗 没有 但是是不是有123about这样的php文件 你看 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写个 aboot一汇车 你看 页面变了没有 就看到about这个 这个php文件的email效果了 是不是 这不是还有content吗 你在输入content content 回转 他说 他说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错误 这是里面连接数据库了 我们在这直接点 直接给他输入这个名称 这个文件 他报错了 不用管他 咱们看看别的文件 还有什么download的 还有list的 看一下这个list 你看 是不是又换了个页面 对吧 刚才说什么来着 刚才线上说什么来着 线上是不是说话了 默认N叉数值不写 会不会出错 不会出错 不会出错 因为你看 因为他这个代码 我没有跟你们细说 他的代码 你来看 圣哥 他在这个地方 其实做了一个三元运算 这个三元运算 指的是说 如果说你访问 我这个index页面的时候 index.php 这个页面的时候 你后边 可以携带 而参数 等于什么什么 也可以不携带 在这个地方 你看 如果你不携带的话 dollar file这取出的 是不是就是空 空的 空的话 他就默认给你展示index一面 也就是这个地方 品质就是index.php 如果不为空的话 懂了 行 如果不为空的话 就取出这个数据 帮你拼一个 这个名称的php文件 然后帮你去引入 来 大家来看 我现在回到index一面 回到index一面 然后大家来看 当你随便点一个 比如点击关于 你看上面发生什么变化 没有 当我点击关于 看 其实就是一个 是不是就是这个功能 r等于abot 那这个地方 可能是不是存在 因为他这是 用incroot 去包含这个名称的 php文件了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能存在 任意文件 包含了我 来 固的 点杠点杠吧 比如说 来 哪个 比如说我在 上一集目录里面 在这个地方 我创建个文件 这个文件叫什么 比如叫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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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明吧 加明 tst 比如这是个配置文件 对不对 配置文件 加明 这个18岁 保存一下 保存完了 比如这是个配置文件 里边好了 写了很多的敏感配置 明白配置 然后在这 哎呀 我尝试一下 看能不能读取 他的一些文件 我加个 加点杠 不行不行 你得是什么文件 你得是php文件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个 只是个文件名称 人家在后台代码 这个位置 你看 在这 在这个后台代码 位置 找到index 找文师 你看 这不是他的代码吗 是吧 他这代码位置 他后边给你直接拼的是 点php 基于你提到这个名称 给你拼的php 所以说我们这个文件 我改个名字给他 在这 在这 给他改个名字 改成php 行吗 php 然后这个地方呀 就不能直接写他了 你得写个 php 然后 echo一个 他 行吧 保存一下 还是有文号 是吧 来保存一下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有个 他上次目录 是不是有个家民 点php文件 我写个家民 飞车 出来没有 是不是通过目录传业 读起了另外目录的文件 这不就漏洞了 那么你是不是还可以 接着往上通找 对吧 接着往上通找 一层一层往上找 往上找 往上找往上找 来定位 好吧 比如这个1.php 咱们读一下他 你看这里面有很多的 你看 有很多的 配置项 在这里面写着呢 看见没 买sirco数据库啊 什么什么的配置项 我们去读一下他 1.php 还得加点杠吧 再加个加点杠 加点杠 1 飞车 哎 加点杠加点杠吗 哎还有意思吗 没有啊 哎这是在哪一层 这可没读出来呢 这个1.php 在这呢 3w目录 是不是啊 熊海CMS 上一层目录 点杠 老家民 再点杠杠 翻到上一层 1.php 哎 没问题啊 读一下php 音号吧 我们这个 点杠 点杠 下面有个php 音号 哎 读出来没有 是不是读出来了 没了 可能那个1.php 有点问题 这不就把敏感文件读出来了吗 这明显就是一个什么漏洞 任意文件包含漏洞 对吧 任意文件包含漏洞 好吧 一说到任意文件包含漏洞 我就想起来一个漏洞 任意文件包含漏洞 目录便利漏洞 是什么 什么叫目录便利漏洞 嗯 好 一会咱们提这个啊 一会咱们说一下这个啊 你们记着啊 我一会忘了 来 那个这个 就是这个代码审计 然后去手工验证 从渗透色的方式去验证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咱们代码审计找到这个漏洞 会这个过程了吗 对了啊 剩下的也是这个过程啊 不不 什么都告诉我 这个没有 都是 那我跟你讲啊 有这种工具就非常不错了 有这样工具非常不错了 那他们有些公司要求用什么来审啊 用用IDE IDE是什么东西 是写的写代码的工具 比如说 你看 你看 这个东西 这个基本你就可以列为是一个 IDE 写代码的工具 Print 123 Python代码 这就写了个代码 但是这种写代码呢 你看 我如果写Print Print叫打印的意思啊 我写Print 它没有任何的提示 我得自己把这个单词全部敲完 还行 这对于英文不太好的人 太太太不好了 是不是 太好了 所以怎么办 会有一些IDE 专门写代码的工具出来 那个IDE里面 你只要敲一个P字 他就把这个Print给你提示出来了 方便你添发 好吧 但是说白了也是跟这个吉尔本似的 就写代码的一个工具 写东西的工具而已 让你拿什么神 就拿这个神 神代码 基本上就处于 这个 爱个人自己看 对 纯人工了 基本上就属于纯人工了 纯人工 对 基本上属于纯人工了 但是IDE里面 那个IDE里面 它要存在 它要存在很多的功能 强大的IDE 它也存在很多的功能 然后里面的功能也包含这个 代码追踪 点一下 我看这个变量去哪了 有追踪 它也能帮你追踪 好吧 也强大一点 但是那个 咱们没必要去学 好了 行 代码审计 代码审计 我看还有什么说的 好 工具的局限性 说一下 工具存在一定的误报 漏报 扫描结果 需要大量的人工甄别 你肯定需要人工甄别 好吧 多种开发语言的软件 如果用多种开发语言 需要单独分析 什么意思 就是不同的语言 要不同 不同的语言 要不同的审 都是 然后使用工具的话 缺乏规范化的编码规范 然后不能自动收集常见的 代码安全问题 这是工具的一个局限性 这个知道下去了 任何工具都有这些局限性 对吧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不用看 不用看他了 行 那代码审计 咱们先说这么多 先说这么多 我把这个关掉 然后呢 给大家补充点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 我在群里边刚才给你们发了个什么东西 白河安全验证 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 发为那个 我让他做的这个白河安全验证的 他们他在公司做的时候的整个这个工作内容 他白河他代码审计他做什么 大致待你过一下 大致待你过一下了解 这个呢 你了解一下即可了 这个你了解一下 这是扎瓦的 来 首先他们代码审计的工作做哪些事情 你看下边的啊 你像什么命令注入啊 四个注入啊 文件上 这不就是OVASP Top 10的那些漏洞查找吗 刚才我们讲过了 是不是就这一套那种啊 只不过他这一写的是针对Java的而已啊 所以说这些东西没什么说的啊 PSP那几个你知道 好吧 明白我意思吗 也就是说安全漏洞 常见漏洞 是需要你代码审计去审的 审的方式呢 就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关键字定位 还有这个通过入口文件 一步一步的排查这个 数据的走到什么位置了 这个变量走到什么位置了 一步一步的这个 按照这个业务流程去排查 这里面哪个点存在漏洞 好吧 那么 有两种方式啊 然后除此之外 他在公司他们还做什么 叫敏感信息泄漏啊 敏感信息泄漏 敏感信息泄漏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一些运维系统信息啊 日志信息啊 个人敏感信息啊 有没有在代码里边显示啊 如果在代码里边显示了 也不好 也什么也不行 好吧 就是敏感信息不能出现在代码当中 需要专门的一些文件去存着 好吧 还这个意思啊 然后数据库有没有命文存储 你看他们做代码审计 还数据库命文存储 这个还讲吗 咱们还讲吗 这个 看得了 我发给你们看看吧 好吧 我发给你们看看吧 行 这个发给你们看一看 都都看看啊 都看看 了解了解 那我发给你们文件 行 那 我先听下视频啊 我发给你们文件 响 我文件